针对东岸商场的各项争议 议会临时会中 议长佟子委最后作出决议 请市府政风处查明此案 若涉及不法 禁送检调单位调查 而市府交通处也会同政风处 和市府委任律师召开记者会表示 目前已经把所有的东岸营运相关文件 移送给政风处进行查明 那我们主要是 依照我们议会 昨天的一个决议 是希望我们交通处 全力来配合我们市政府政风处 先针对我们 不管是从105年的一个OT 的一个合约的部分 以及这一次我们履约 用ROT来办理 整个的一个过程的部分 我们全力会来配合我们 政风处来办理相关一个调查工作 那也跟各位报告就是说 其实我们相关的文案的部分 在今天都已经先移送我们政风处 来做一个审视 这个先跟各位媒体好朋友说明 政风处本于职责 会移公以客观公正超软的立场 来调查厘清 若有不法将移送 含送侦办 那在正式调查结果出炉前 政风处会尽力调查 但是不宜率先 轻率发言 市府交通处也强调市长谢果良相当重视 促餐案的履约管理 将透过外部专专业资源来监督得标厂商 让营运履约公开透明 那我们今年也成本我们议会的一个 议员先进支持 所以我们也编列经费 从今年开始 我们会正式透过促餐一个履约管理 会请外面一个专业 透过采购法 请外面的一个顾问 就财务面 就工程面 实质来监督 我们得标的一个厂商 做履约管理的部分 每年都会来办理评鉴一个绩效 那另外呢 市长也非常关心这个案子 希望采公开透明的方式 因此会成立一个叫 重建的一个监督委员会 会邀请民间专业的一个团体 包括可能是有律师 可能有所谓的一个会计师财务面 那当然我们很多议员先进 非常关心的部分 我们也一并邀请 那预计是会有到每季 或是每半年 来做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外部集合的部分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